既然上场了 那我就肯定会干 我没什么自信 我就是想干你们 忙着我完事了 希望能赢 就是希望能赢 只要不是到第一 我觉得还OK 你们惨了 本场比赛的踢馆选手 是车圈前辈胡永平 哲泰是一条非常非常难的赛道 看到前面几台车呢 是不断在缠斗 他能坐的就是保住他的位置 这时候娜娜居然冲出来了 太棒了 太久了 太急了 随着上一场胡姐的离开 本场参与比赛的首发车手 和上场一模一样 分别是娜娜 教主 曾颖卓 韩景峰 还有唐主 而这场比赛踢馆的选手 是车圈重量级的前辈 二环十三郎陈震 拳王粉丝数超过900万 单一视频播放量超300万 他的踢馆对象 则是曾颖卓 我们的比赛规则和前两场一样 分为第一阶段静态发车 第二阶段安全车 第三阶段动态冲刺 而淘汰机制同样也是由最快的圈速 比拼决定淘汰的对象 接下来再让我们回顾一下两款选装包和选手们的选择吧 娜娜和教主选择了轮胎和刹车比较好的极致选装包 踢馆选手陈震和其他选手则选择了带有LSD和大尾牙的二号最速选装包 欢迎各位车手来到第三站 接下来我们进入发布会环节 那安景峰 你已经跟阿卓连续缠斗了两场了 那这一场你觉得你跟他还会缠斗在一起并且赶赢他吗 我不想跟阿卓缠斗了在这场 那你想跟谁缠斗 我跟谁也不想缠斗 因为这战我是第二单位发车 我只能跟第一赶 所以说如果能赶赢唐主的话 这战看能不能登上冠军的奖牌吧 好 唐主 之前两战的干位选手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你觉得你会继续延续这个传统吗 魔咒就是用来打破的呀 对不起 那不是 NBA以前总决赛也没有1比3落后的时候 反超的呀 那不是骑士做到了吗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用来打破的 好 那作为干位 你来预测一下本次比赛的排名吧 我不想预测排名 但是我想拿第一吧 就是 那你告诉我谁会是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 我觉得喊你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娜娜 上一战 你在最后一个弯道精彩的绝杀了教主 但是我们从唐主的嘴里听说 教主的理由是他以为比赛结束了 你觉得你信吗 哈哈哈哈 我不想 因为还没有会隔着 其实我们比赛是一切正常进行的 那就是实力赢的对吗 对 教主 这站发车的顺序啊 你的后一位 是上一战的第一名 Nada 你的前面 是咱们车圈第一的正格 那参地人是参地人 那你觉得你是拿下前面的正格容易 还是守住后面的Nada容易 呃都不太容易吧 一定要选一个呢 呃拿下正格比较难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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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主你刚才笑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觉得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教主的 这个时候我们俩是同行了 我觉得教主的求生欲比较强 因为建哥的肋骨不是有伤吗 所以我不太舍得动手 不是不舍的吧 就是不敢吧 好 郑哥 之前我们的节目看了吗 看了 骂声挺多的 你怎么还敢来 赛道日 免费开车损不用管 还开你们的车 我干嘛不来 你就是租车 然后租赛道的时段挺贵的 你看我这舌着肋骨都来了 如果你输了 这个肋骨会是你的借口吗 必须是 太年轻了 因为肯挺疼的 你知道你们这边斗我乐 都是策略你知道吗 我现在最怕几件事 壳子打喷嚏和乐 然后你这玩命斗我 因为就怕胸腔这块一动 这个六七根这类肩机就特别疼 没事 放心郑哥 我们准备了医护人员 玩敏干 不要怕 好吗 另外一个问题 坊间传闻 听说您玩摩托车 是因为四轮开的慢 是真的吗 是 为什么开的慢 因为贵的太贵了 赛车是跟钱有直接关系的 然后你看这个我舍不得车损 那你根本就不敢拼 你不敢拼你怎么可能快呢 那卓哥 那如果本场比赛 你守住了你的位置 郑哥踢管失败 那回去之后 VIP会不会奖励你 哈哈牛逼 应该不会吧 这个应该也就是水准发挥之内吧 正常发挥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郑哥也是友商在身 你为什么不还击他 我们来参加我是车手 并不是因为想得到谁的奖励 或者说是演给谁看 只是想证明藏主圈真的慢 行我这新闻发言人你当了 对放心吧大哥 我该说的话都说了 好那我们本次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然后咱们进入练习赛环节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比赛的赛道吧 虽然这是一条 经购国际气联FIA认证的三级赛道 但2019年5月刚刚落成的 合泽国际赛车场 是所有专业车手的盲区 这条赛道全场3.05公里 共有15个弯 最高设计时速 可以达到恐怖的300公里每小时 对于车手们的GK5来说 这里非常挑战整车的动力 同时刹车的使用策略 也显得尤为重要 T6下坡右弯 是整个赛道最危险的弯道 GK5的车尾很灵 稍有不慎 就会在这里来一个神龙摆尾 T8 T9 T10的组合弯 是这条赛道最佳的超车位置 对于车手们来说 这场比赛最关键的就是快速的熟悉赛道 除了教主以外 所有人都没有跑过这条赛道 可以说 谁能最先找到每一个弯的极限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目前大家的轮胎使用情况是这样的 首发车手中 教主和娜娜还有两条新胎 其余选手就没有新胎可用了 赛道其实我觉得难度挺大的 它甚至连50米100米这种刹车的标示牌都没有 它周边全是黄土 然后其次呢 那个大U弯你是一直得贴着外面走 还得边贴边打方向 还得边刹车 这刹车的力度你得控制好 我认为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赛道真的挺有挑战性的 因为这个赛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赛道 有些就很有技巧的弯你的选线 很重要就可能有的线 你可以圈速很快 但是有机会会给对手在中间会插你的内道 感觉我没有两圈的路线是相同的 甚至同一个弯都没有一次是用相同的路线进弯的 所以还要再摸索一下 赛车其实我没怎么赛过汽车 赛的很少 然后我主要是赛摩托车 不论是赛汽车也好 赛摩托车也好 我认为这是一个熟能生巧 或者说管它叫一个超级熟练工种 你赛的多 那自然你就快 因为我经常赛摩托车 就要经常去到很多新的赛道 就挺容易适应的 这个手腕不像上一张那么慌了 但是瞎了 来到了一个不熟悉的赛道 这赛道真的很难 拿捏都晕的这个线 所以我内心惧慌 慌得一痞 高速吧 比较多 慢进快出 然后掌握这个节奏感 我就趁练习的那点时间 我发挥自己的实力 我前几周来过一次 那个赛道哪都长得一样 所以特别容易迷路 跟大森林一样 里面植被长得都一样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刹车点 也记不住弯 我那个轮胎再过十圈 可能就要扛不住正赛了 所以我必须要有选择性的 找到最干净的圈去做 这儿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视野往前看 很多人呢 最后这个路肩都没有用到 是因为你们视野 一直锁在这个弯 你们从这儿 过了这个弯以后 你们会有点 车有点姿态有点飘了 觉得有点慌 然后你们希望的 更多去咬住这个弯 其实视野应该是往外弯放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高速弯 这两个弯的宽 应该是整个赛要最宽的两个弯了 视线放远 方向用的更小 早入弯 TA pass 放 从这儿要早入弯 放 所以 大家注意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每个弯其实都需要注意了 我们要注意15个弯 OK 那就这样 一连的时候还是单圈第一 比第二名好像快了 有两秒吧 第一节就完全就是一脸懵 但是经过这个教练的一些点拨 第二场上去之后 对这个赛道就心里有数了一点 找自己不足的点 然后去课 在那个高速弯的位置 掌握了一些节奏 然后最后快了两秒 杨老师也会跟我说 你其实这儿应该用这个 这儿应该用那个 我也是过来跟大家交流跟学习 去猛烈的去尝试一下 看能做到那些圈子 好好的push 试一下这个车极限 咱们台下我们都是好朋友 该叉叉 该闹闹 一到场上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全是火力全开 跟哪干 好那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 第二节的练习赛成绩 首先从咱们从最后一名开始吧 最后一名韩景峰 1分54 第五名娜娜 1分52.07 第四名郑哥 1分51.3 第三名唐主 1分50.6 第二名卓哥 1分50.4 然后第一 教主 你这个太厉害了 1分49.2 来Jacky 那个今天第三场比赛 那其实娜娜在前两节的表现 并不是那么的OK 应该是特别不OK 那你现在对他有什么 你有对他担心吗 担心有 但是有没有那么担心呢 我觉得 起码先要做出一个好的全速 先保证不要被淘汰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然后后面名次尽量往上争吧 我是车手 是由一车原创节目独家开播 看精彩视频上一车APP 带给车迷一切想看的 想要车手亲笔签名头盔 上一车APP参与抽奖 说不定拿到手的就是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Jacky啊 本场呢又是我为大家做解说了 现在我们来到发车的环节 好了我们看能不能成功发车啊 这一次的发车呢 比前一场好很多了啊 因为之前呢 所有的尴尬 大家都以为是剧本的安排 堂主这个完美的发车 让他保住了第一的位置 韩景峰马上对他发起了进攻 而这时候呢 娜娜呢成功抢到了内线 而于他的这个发车啊 带着一丝烟 所以呢这个速度非常的迅猛 教主因为知道自己去不到内线啊 所以呢往外抛 去抢取更高的进弯速度 但是 为了抢第一个弯啊 娜娜出弯的速度呢 稍微的低一些 然后这时候呢 郑主的卓哥呢 已经是抢到下一个弯的弯心了啊 这时候呢 郑哥成正啊 也在外面对娜娜进行了一个夹击啊 这个三车缠走的过程中啊 这个教主呢 也趁机乘胜追击 这时候娜娜进行了一个避让啊 郑主的成功上到第三的位置 但是因为往外抛 所以呢也封住了郑哥 现在后面四台车呢 缠走的非常的激烈 教主在后面穷追不舍啊 这个每一个弯呢 这四台车呢 都是一个非常亮眼的看点啊 郑哥的尾巴呢 有一点的甩动 他好像也是对娜娜穷追不舍啊 这个郑哥呢 可以看到他眼神非常的非常的坚定啊 娜娜呢 在他的左手边 没有对他过程任何的威胁 现在 旁主已经是抛离后面越来越远了 韩景峰呢 好像也对他没了什么威胁力 而教主呢 被两个P字抛在了后面啊 看看他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进攻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左急弯啊 每一台车其实这个距离非常接近啊 我相信呢 还不到1.2秒的时间 娜娜强劲的内弯 跟郑哥发生了一个轻微的碰撞 还是郑哥进行的闪躲呢 但是这时候呢 因为 哦 是没有碰撞的啊 郑哥呢 是成功避开了他 但是因为娜娜这个呢 进攻让他损失了一些时间 所以呢 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排位啊 现在是唐主 韩景峰 曾敏卓 陈正 娜娜和教主啊 这个前面三台车 已经把后面三台车呢 拉开了一个距离了 这时候呢 唐主的车在前面呢 好像在刷全速一样 完全没有把后面当回事 曾敏卓呢 又要展开对韩景峰的这个进击了 陈正 娜娜和教主 他们三个的车位呢 反而是相对比较平均的 这时候呢 曾敏卓已经跟韩景峰并排了 韩景峰一下就封出他的路线 看来这个韩景峰的激进 与曾敏卓的这个稳当呢 也是继续蔓延到这一场啊 每一台飞度呢 在过这个弯的时候都翘起来了 在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这边叫GK5 并不是一台普通的飞度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圈 啊 航主呢 依然是以马当先 曾敏卓 陈正 娜娜和教主 教主这一场为什么 这么保守呢 一直没有往前进攻呢 曾敏卓呢 继续保持他这个一贯 稳当的跑法 这个不管别人怎么开 走好自己的路线 成功 上到了第二位啊 韩景峰好像一不留神 他并没有对曾敏卓做出一个防守啊 这时候曾敏卓超了以后呢 我觉得韩景峰是很难回到第二的位置了 好 这时候接下来可以看到 陈正 娜娜和教主呢 在后面缠斗得非常激烈 这时候曾敏卓的速度是对的 韩景峰的速度是错的 根本没办法拐过这个弯 所以一个失误就让他进入了这个沙地 没有撞墙已经是属于万幸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抛去很远了 扬起了一大堆的这个衬托 但是呢 因为他离后面的距离还是足够远的 成功保住了他第三的位置 但是现在韩景峰就去到了 后面三台车的缠斗当中了 在这个缠斗的过程中呢 教主好像发生了一个失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位呢 依然是杭主 郑颖卓 韩景峰 陈正 娜娜和教主 娜娜是要抢内线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韩景峰呢 即使保住了他自己的位置 但是因为陈正呢 这个弯阻力太大了 好像要被娜娜进行一个超越 像娜娜和正哥呢 是进行一个并排 而教主在后面呢 属于这个隔岸观火啊 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两台车发生失误的时候呢 进行超越 哇塞 这时候娜娜被教主逼出了赛车线 丢失了自己的位置 所以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排位 我们的排位现在是 唐主 曾颖卓 韩景峰 陈胜 教主 娜娜 这一次的这几个弯呢 排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尤其是后面四台车 但是我们现在永远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每台车后面的距离啊 也仅仅是0.2到0.3秒左右 这个可以看到像四只小老鼠一样啊 完全没有放弃 在画面中呢 大家看到这个速度可能不是很高 因为呢 在这个 因为在长焦机下呢 这个速度是会进行一个放慢的 但是啊 我们来到这一个几万这里啊 四台车过完的自弹呢 就是近乎一万倍 每台车带着一点点的滑动 现在我们又进入了第三圈 好 这时候呢 唐主呢 继续是一马当先 我觉得唐主和曾颖卓的位置 只要他们不发生失误的话 在安全车出来之前呢 这个变化是没有的了 韩景峰呢 哎 还是太激进了 他跟前面这么远的位置 为什么他要这么去进行进攻呢 这时候郑哥一下子就捡到了这个失误啊 所谓的捡漏啊 郑哥呢 这一场其实跑得也比较保守 因为据说呢 他断了几个内骨 所以他特别不愿意发生碰撞 但是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也成功抢到韩景峰的位置 那在下一个弯 韩景峰呢 又成功上来了啊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之前有什么瓜葛啊 这个韩景峰呢 一直又封住了郑哥的路线 哇塞 这时候教主跟郑哥发生了一个碰撞 但是郑哥呢 以一个极快的速度 把他的这个车给救回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碰撞 哇塞 其实讲着这个碰撞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我觉得非常难说 因为他们发生碰撞的位置 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线上面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裁判呢 最后要怎么进行一个判定的 但是呢 因为他并没有避失位置 所以呢 我相信不会进行一个处罚 教主又碰撞了 这一次呢 他是跟韩景峰啊 教主这个救车也是一个神来这里 那成功像一个子弹一样避开了他 哇塞 这一个镜头那是太精彩了 如果撞上了这就是本场比赛 最少有两位车手要退赛 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线上面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裁判呢 最后要怎么进行一个判定的 这时候呢 娜娜紧追着韩景峰啊 教主呢 在后面那个大的失误呢 失去了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台车又进入这个连环发起来 哇 娜娜的车非常的激进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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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打转呢 是因为他速度过高了吗 他就像一个陀螺一样直接滚到外面的草地去了 好 但幸好在下一圈呢是一个安全车圈 所以就算在这里拉开的距离 后面还是有机会进行进攻的 好 这时候呢 韩景峰要对郑克发起来进攻了 韩景峰这一场呢 好像跟郑州没个斗 要对陈胜进攻 哇塞 对 我们看一下 哇哇哇哇 郑克这个 哇 疯狂的反舵 但是救车能力就是很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行业的经验 虽然他说他没跑过什么比赛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整天呢 会进行一些飘语的训练 这个救车简直是太完美了 但是韩景峰这个进攻 很明显就是一个恶意的进攻了 因为城镇整个车身已经过了他 他是对他的后轮进行一个特别的动作 我发现郑克的车好像已经不太对劲了 在直线上已经不断的被各种车超越 而且在过弯的时候 你以为是藤原拓海 再次把一台飞路开进一台巴流的姿态 我们可以看到郑克的轮 他已经完全拖下来了 他现在是一位三轮车手 他是要用钢圈去跑完整场比赛吗 在第四圈结束之后 车手们进入了安全车圈 致死的排名为 唐主 曾颖拓 韩景峰 教主 陈镇 娜 本次的安全车就没有上一场这么夸张了 是这个领克的TCR 我们那是一个新一代的飞度 现在安全车撤离进行一个重新的发车 娜娜马上对郑哥进行一个超越 但是这时候呢 郑哥的车看来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因为城镇离前面的三台车距离已经太远了 娜娜在进行这个反动的话呢 已经又是被前车拉开了非常远的距离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六圈的比赛啊 这个前面四台车呢 残兜的非常的严重 我又碰撞了 韩景峰第三次碰撞 而且这一次 哎呀 这个很 是一个恶意撞击曾颖拓 而且让曾颖拓也丢失了这一个位置啊 这个可以看到曾颖拓因为这一个碰撞呢 从第二位掉到了第四位 韩景峰自己丢失位置 上一次的那一个轮胎报线的情况又再出现了 他再继续这么踩沙滞的话 他的轮胎一定会磨平 而且这个左胎会一直在暴死 现在新的排名呢 是唐主教主韩景峰争引左 但是呢 教主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失误 内侧轮进行了一个锁死 但是他一个神龙百尾啊 保住了自己的位置 成功封住了这个韩景峰 韩景峰呢 继续很努力在往前冲 唐主我觉得这一次是稳拿第一的啦 但是韩景峰好像很想要争第二的这个样子 好 现在我们看到呢 唐主呢继续是一马当先啊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无聊像油画员的比赛 他这一场呢不需要战胜其他对手 他要战胜就自己甘位发车而赢的比赛 这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韩景峰的车直线 为什么要比教主的快那么多呢 不知道教主的车是不是也是因为前面的碰撞 好像这个圈速要慢了下来 韩景峰一直在四季在进行攻击 哎 教主的车其实真的不是很正常 但是他很努力地防住了这个内线 这时候韩景峰呢也发生了一个失误 冲出了这个正常的赛车线 每一次只要有外面的路线的话呢 韩景峰都很容易四五处白线了 这时候呢看到娜娜在后面的第五位呢 在猛醉 但是呢就好像是没什么竞争力了 你看我说了吧 韩景峰的轮又暴死了 只要你暴死过一次 你在这场比赛里面就会疯狂的暴死了 就是自己的速度 现在这个比赛的看点呢是 二三四位到底谁能站上领奖台呢 每一台车都后轮离地 韩景峰又再一次暴死 郑颖卓反而离地是少一点的呢 因为他总线比较保守 他不愿意发生失误 娜娜呢在后面穷追猛打 但是呢这不应该叫穷追猛打 这就是一个叫弃而不舍在比赛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这直线这里 已经拉开了差不多十个身位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圈的比赛啊 这个排位呢是唐竹 教竹 韩景峰 郑颖卓和娜娜 郑颖卓好像也留开了一些距离 而在遥远的那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郑哥这位三轮车夫啊 还是坚持一直要跑完这场比赛啊 可以说这种弃而不舍的运动精神啊 是让人佩服啊 好这时候呢 教主尝试对唐主进行一个进攻啊 唐主不知道是不是在前面跑的太悠闲了 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居然被教主拉了这么近 他前面明跑的优势好像已经完全荡然无存了 但是可能因为教主啊 他之前的拳速实在是比大家快太多了 因为他是这一堆车手里面 唯一跑过这一个合则的啊 所以呢他到底有没有机会 成功拿到这一轮比赛的第一名呢 好这时候呢 哇你们又爆死了 你们又爆死了 好这时候教主呢 离唐主已经只到不到一个车身位了 他有没有办法 在这时候呢 教主呢 关键还是控制自己的心态 如果没控制心态的话呢 这个才是教主的致命伤啊 好啊 这个唐主呢 好像发现了这个教主在他身后啊 他一直要保持自己的位置啊 你看他的走线呢 已经不是按照最正常的赛事线来走了 他这一拳需要做的不是一个好的圈数 而是对教主呢进行一个防守 当他察觉了这个教主的身后以后呢 教主的机会已经剩下不多了 已经来到赛道最后的几个万 那你看 教主成功对唐主进行了一个压迫啊 唐主杀身内也出现了一次的失误 这时候曾景卓呢 对韩景峰呢 也是穷追不舍啊 可以说 现在第一第二名 第三第四名 在没到最后一个弯之前 大家都不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好 来到最后一个弯还是有悬念的 因为教主发疯了一样去进攻 他很想拿下本个赛季的第一个冠军了 好了 来到大指导啊 可以说是毫无悬念了 除非有人在指导 并不然呢 现在的排名呢 就是唐主教主韩景峰曾尹卓啊 这个时候呢 唐主呢 冲陷了 他他在外面呢 给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这时候教主大力排一排房间盘 韩景峰啊 也非常的欢喜的举起了手艺 作为一个从第六位一直冲到第二位的人 我觉得我们要为这场呢 教主呢 来一次掌声啊 这个可以说是无冕之王 唐主呢 再也不会被人说永远的老五了 太冠军了 最后一圈差点追上我了 再给我一圈时间 一圈 费了我太多时间 对 再给我一圈时间 我太不容易了 就差一圈 太惨了 Rolling start的时候正跟的轮胎烂了 然后我在他后面超不了车 右后轮好像是不是被人撞爆了 对对 嗯 我能整个导人歇 这头全来就爆了 在那个链上 没有被撞爆了 撞爆了 对 我撞了应该 没事 没事 那我估计这场你还肯定得骂 大哥我都进弯了 你撞我 然后把我轮胎撞掉了 雷到了 我等于没有 我没有办法拐左弯了 对 你小子为什么起步的时候 偷偷往前挪 没有我就憋着 憋你 没有 看到那个直接就已经超过起跑线了 有没有需要投诉吧 有啊 哪个 第一是 那个韩景峰起步之前 他老是编那个转售往前偷偷的 已经过了那个起步线了 这个 然后重新起步那个踢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也不能说投不投诉 反正中才看的 重新起步踢就在这儿吗 对 它就这种状势是 它有没有线 我不知道 整个车它非常有一个spin 然后虽然我前面是把它撞回来 但是到后面有一个连续弯的时候 然后我带着插车入方式 整个车就开始摆的姿态走了 在刚看到那个方克齐朝我抽就是舞动的那一刻 我已经嗨到不行了 我在车里边摇开窗户特别激动 然后完了还咆哮起来 因为第一站因为自己的菜把别人雷出去了 然后在网上很多人骂我 第二站刚未发车结果拿了最后一名 因为车坏了 但是这一站自己刚未发车 然后反正占了很大的便宜 然后也因为比赛的圈数比较少 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教主其实单圈比我快 在最后一圈的时候 我是追着堂主 追了一圈 但是比赛时常的原因 所以就只是到第二 教主从第五发车第二带回 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不错 可是回看来说教主运气真的是很好 他和阿峰这次的碰撞 他拿自己最软的也就是前轮 去撞了阿峰最硬的车 一旦撞坏了 他就会像第一站一样 一旦数据发生变化 完全失去竞争力 但是运气站在了他这边 教主车完好的跑完了之后的比赛 可是阿峰通过这次撞击 是彻底被激怒了 其实一开始就从前两场可以看出来 就是开车还是尽量的去避免一些碰撞 但是今天说白了 教主撞我那一下给我撞上头了 导致阿峰情绪失控要从练习赛开始 阿峰的车在练习赛就坏了 所以他没有得到充分的练习 圈速也是当时的最后一命 我其实现在的低落的情绪 一切都源于我这台车现在没有修好 我只要修好了 可能我的状态就会好很多 因为现在很着急 包括集中团队的几个大哥 饭也没吃 可能我是没有心情 人家可能是因为我这个装车在努力的位轮上 让我下午能参赛 但其实作为一个车手 一定要学会情绪管理 尤其像阿峰处于这样逆境的状态下 他首先就要学会跟车 因为这样的话 他能把自己的圈速进行一个补足 而之后应该熟悉赛道 一旦对手出现失误 或对手在哪个弯比较慢的时候 文准狠地在这个弯超越对手 韩景峰跟曾老师应该是在有一些PK 传斗 有机会可以去追一下韩景峰的时候 我就把韩景峰超了 到后来就可能是在一号弯 然后韩景峰撞到我的右后 就把我的右后轮撞爆了 因为我不知道爆了 但当时一下后轮就甩起来了 因为我右后没有辅助力了 那么这个情况就知道 完了我右后轮没了 要么是撞没了 要么是爆了 那么我就想办法去拐好所有的左弯 然后右弯就那样 我也没办法 还是得跟那个郑哥 包括卓哥说一声抱歉 就是确实我这人开车也特凶 我说进攻可能有时候还是圈速 还是圈速太少 有些操之过急了 到了这站呢 发现车手之间的进攻更为频繁了 但多数是装大运 成了就过了 不成了那就撞了 但相对于标准的是阿卓超越阿峰这次 阿卓呢首先给阿峰施压 利用阿峰的出弯失误 在下一个弯抽头进行超越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进攻方式 所以一次漂亮的进攻运气是肯定需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正确的进攻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本战比赛的最终排名 那第一堂主最后一名 郑哥 同时很遗憾郑哥你踢管也失败了 但我们都知道 在比赛中有四台车发生了多次的事故撞车 那其中涉及到卓哥 韩景峰 陈镇 教主 那经过我们的赛后调查 卓哥和郑哥属于事故的受害者 成绩有效 教主 你在T3和郑哥发生了碰撞 那这个属于赛车的碰撞合力反手 因此双方不做处罚 那在T5 你和韩景峰发生碰撞 这属于违规进攻 但你并没有获利 因此给你做口头的预警处理 接下来 韩景峰 你在T1和曾允卓发生了碰撞 属于违规进攻 并且造成阿卓的丢失名次 更为严重的是 在T1又与郑哥发生碰撞 致使郑哥爆胎 因此确实要对你做出处罚 同样是两项 首先第一项 总成绩发失 45秒 最后一名 没事那我也挑战不了你 放心 我给你猜一碗了 因此 韩景峰成为本站的最后一名 啊 踢管失败的郑哥 要跟韩景峰比拼圈速 看谁的圈速更快 韩景峰你的最快单圈成绩是 1分51秒4 郑哥 你的成绩 1分50几秒呢 郑哥 1分51秒8 你的圈速满 但是韩景峰 你的第二项处罚 跟之前堂主一样 取消全速比拼资格 很遗憾 淘汰 你被淘汰了 嗯 啊 好舍不得你 行吧 就说我演技不行吗 玩得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可以 租车不是我花钱的 没关系 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复活赛 哦 对啊 不 今天很明显 要没有这么多碰撞 没有那么多天台镜头 对 观众们要感谢一下韩老师 我跟你说 我今天看后日镜 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太逗了 我今天看一看着车 我看这后日镜 就跟后面有一帮土匪 拿着菜刀追着我 那感觉是一样的 太吓人了 你知道吗 我这嗷嗷跑啊 你知道吗 我嗷嗷跑 就怕追着就会砍我 你知道吗 巨盗你知道吗 我是车手 是由一车原创节目独家开播 看精彩视频 上一车APP 带给车迷一切想看 想要车手亲笔签名头盔 上一车APP参与抽奖 说不定拿到手的就是你